今天介紹這本就是皮克威克奶奶 她的英文書名叫Mrs.Pickle-Wickle Pickle-Wickle挺有趣吧?讀起上來 比起皮克威克中文版本 英文的讀音就更有趣 怎樣也好,這本書的確有趣 整本書的內容是說什麼呢? 就說小鎮上面有一個叫Pickle-Wickle 皮克威克奶奶 她是一個老婆婆 居住的房子很特別的說到 整本書是沒有什麼用圖像 去把本書的內容展示出來的 全程是要靠同學 憑作者的描述 加上自己的創意去想想 所以我也可以在封面那裡 跟大家一直說 話說這個皮克威克奶奶 她很有趣的性格 沒有人見過她的老公 她說自己的老公是海盜 把一大箱的金銀珠寶 埋在後院後便死了 家裡只有貓和狗 而整個小鎮上面的所有小朋友 都去過她家去坐 吃下午茶 去陪這個皮克威克奶奶聊天 而大家所有小朋友都很喜歡她 她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皮克威克奶奶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她可以 可以醫治到所有小朋友的奇難責症 所以不單是小朋友很喜歡她 連家長都很喜歡皮克威克奶奶 那我們到一齊看看 例如 有小朋友呢 玩完之後 永遠都不肯收玩具 還有呢 有小朋友呢 就很喜歡 說話呢 是 說得很難聽的說話 沒有禮貌 一開口就得罪人 愛回嘴的小朋友 有自私的小朋友 什麼都說 這是我的禮貌店 那些 然後呢 這個就是 很髒的小朋友 不肯洗澡 做什麼都好 一叫她洗澡 就會 走了去 很不喜歡 去 弄乾淨自己的 骯髒的小朋友 然後呢 不肯睡覺的小朋友 還有呢 吃飯呢 吃到整個世紀都吃不完的小朋友 還有就是呢 經常跟家裡兄弟姐妹 吵架 吵到吵到不得了 小小東西都在那裡吵 我的是你的 不是 剛才你說什麼 答應了我什麼 明明就是這樣 嘩 聽不到都頭痛啊 那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種不同的 就是這個 要醫治是不是真的有病 七種不同的 有問題的 讓父母很頭痛的小朋友呢 全部都要找這個 皮克威克奶奶呢 用她的特殊秘方 特殊療法呢 是去 去 治正這一班小朋友 首先 如果作為小朋友的你 你有沒有以上這些問題呢 OKOK 可能有你都不會認的了 那呢 反過來 其實這本書有少少都適合家長看的 因為家長可能會覺得 反而很有共鳴 對呀 我的兒子就是這樣 對呀 我的女兒就有這些問題 究竟皮克威克奶奶 用什麼方法去醫治他們呢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更加特別的地方 不過這本書呢 都不是新近寫好的 而是呢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呢 美國作家的作品來的 那她由當時七十年代寫起之後呢 這個故事一直呢 是不斷地再版再版 直至今時今日 二零二二年二三年呢 都還在這裡出版著 這麼有吸引力的故事 延續了幾十年都仍然是受歡迎的故事 那大家當然要去看一下它啦 也都不要忘記呢 看完這本書之後 我們就做我們初級組的一些題目啦 皮克威克奶奶 Mrs.Pickel-Wiggo